权限的查看方式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那么以后的话就得知道 怎么去查看权限 那么查看权限 其实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我们的最终目标 是要能够设置权限 我们的最终目标 是要能够设置权限 设置权限 有一个语法格式 叫CHMOD 那这个命令 又是一个新命令 叫CHMOD 然后这边加的是选项 然后权限的模式 最后要操作的文档 在这里面需要去注意一些事项 注意一些事项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 这个选项的问题 选项的问题 选项这里面选项 它的选项不多 常用的就一个 注意事项 那常用的选项呢 就一个 常用选项 选项呢 就是一个叫 杠 R 杠R 杠R 杠R表示的含义是 递规设置权限 什么时候递规啊 当文档 类型为 文件夹的时候 我们需要加上 杠R 那如果你操作对象 是一个文件 那这个杠R呢 我们就不需要去加了 所以这个杠R 是可选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后面这个 权限模式呢 权限模式这块呢 咱先不着急 知道这个地方 表示它具体的权限 就OK了啊 权限模式就是这个文档 它应该有权限 权限模式 就是该文档 需要设置的权限信息 那么最后的话 就是文档了 文档的话 可以呢 是文件 也可以是文件夹 可以是相对路径 也可以是绝对路径 相对路径 也可以是绝对路径 最后一个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啊 注意点 也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执行CHMOD 这个面量 那么要说的就是 如果想要给一个文档设置权限 那么操作的这个人呢 或者说操作者 要么是root用户 要么就是文档的所有者 这个好明白吗 好明白吧 那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其他用户 本身我没有这个权限 结果说 我可以给他设置权限 那这个权限还有意义吗 就没有意义了啊 所以这个权限 他肯定是要从这个地方去给他限制一下 那本身没有权限 结果我说 我可以自己可以通过CHMOD这个命令 给自己加权限 这就不对了 那么这个给自己加权这个操作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提过这个词啊 听过这个词吗 没有啊 那跟大家简单聊一下 这个什么意思啊 那么有的黑客呢 他可以入侵一个服务器 入侵一个服务器 但是入侵的时候 肯定不会以这个root账号去入侵的 一般的会发现一些漏洞 发现漏洞之后呢 然后他通过操作一些脚本 去让这个系统 给自己本身没有权限的这个账号 去加权限 这个加权限 权限不就得到提升了吗 所以称之为叫提权漏洞 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普通用户 可以给本身不是我自己的这个文档 来施权限的话 那说明你在系统困境有漏洞了 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的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设置权限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你以后要设置权限 你要么就是以入的身份拒进行 要么呢 就是以文档所有者身份拒进行 你其他用户的身份呢 是一律不好使的 就好比说你拿着一个防产证 这个防产证不是你的 你去 不是你去 对你去登记中心改这个所有者 人家让你改吧 肯定不让你改啊 肯定不让你改 所以呢你要么是超级用户 要么就是这个超级用户 就相当于是一个国家机关 国家机关说 我这个房子就不给你了 那就不是你的了 即使你有房子也没有用 他是超级用户啊 万一不是黑社会啊 万一哪天法院强制执行呢 是吧 房子认识你的没有用啊 那要么就是文档所有者 其他用肯定不行 这个得知道一下啊 这个呢需要注意一下 注意说话啊 好这是这边呢 我们需要注意的几个东西 一个是选项 一个是全员模式干嘛的 还有就是文档什么意思 那么最后的话 还有这个需要注意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就是 我们这个要么所有者 要么呢是入口用户才能设置权限 其他用户的话 你设置权限呢 不大好用 行 那么接下来的大伙 我们就可以去开始来学习 怎么去设置权限了啊 那么在设置权限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权限设置方式 它有两种方式 一种形式呢 叫字母形式 另外一种数字形式 我们先来看字母形式啊 字母形式很好理解 我们上面呢 刚才在介绍这个权的时候 是不是看到三个字母啊 RWX 是吧 还有个横线是吧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所称之的叫字母形式 那么字母形式在设置的时候呢 我们得先认识一些符号 或者说字符吧 第一个符号 我们得先知道 你要设置权限 给谁去设置 给谁去设置 因为我们上面三份 是不是有好几个呀 你要设置得知道啊 我这个权限是给谁设置的 是给owner设置的呢 还是给group设置的呢 还是给ard设置的呢 这个你必须得先告诉这个命令 所以我们得先知道 给谁设置 那么给谁设置的 有几个字符 UGOA UGOA 这三个字符 好 U 来解释一下 U是什么意思啊 给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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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给谁设置呢 U 它呢就是表示 这是小U啊 不是小U 小U啊 U 表示什么呢 表示我们的所有者身份 U表示所有者身份 也就是O WN 一样 owner啊 然后G G呢 是表示用户所在组 就是表示给同组用户设置 那这个U怎么理解呢 就是group啊 group啊 那上面这个呢 U呢是表示user啊 就是所有者 然后呢 表示所有者同组用户啊 给 所有者同组用户 设置这个权限 然后在上面 然后在上面 O呢 表示Oth Others啊 就是给其他用户 设置权限 那么还有一个A A的话表示 O 给所有人 包含什么 比如包含我们上面的UG O了 包含上面的OG 用户 就是给所有人去设置权限 这是前面这四个字母 它的一个含义 UGOA 当然还有一个情况 如果在设置权限的时候 不指定给谁设置 则默认给所有用户设置 就是如果一个都不写的话 那就默认是A 一个就不写 默认就是A 如果你指定了U 那就是U 指定了G 就是G 指定了O 就是O 如果一个不指定 那就是A 就是A 这个是给谁设置的 这么一个情况 这句话需要做一下 然后COME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权限字符 权限字符 那么权限字符的话 这个好理解 这个RWS是吧 R表示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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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W表示写 最后呢 X表示执行 然后还有就是作用 作用 作用呢 换句话说就是 这个权限的一个分配方式 你是当然怎么分的 那作用的话 它有加 有减 有等于 加表示 给具体的用户 去新增权限 给用户新增权限 减号呢 减号呢 表示三组 用户的权限 那至于什么权限 那就看减号后面什么了 然后等于号 表示 就是将权限设置 设置 乘 设置乘 设置乘的一个具体的 值 设置乘 这个加和减 其实都是相对的 相对于谁 相对于你当前已经有的 权限 但是等于只是结果 我不管你现在有什么权限 你结果就是我要等于号设置这个权限 对更改层 他注重的是结果 注重的是结果 权限结果 不管现在有什么权限 结果就是等号 那这两个呢 这个是相对的 相对于当前权限 这个呢也是相对于当前的这么一个情况 最后呢是一个绝对的 不管你现在有什么情况 这个注重的结果就是一样的 例如 那么现在举个例子 例如呢 我需要去给 给看我们这里面有没有哪个文件权比较少 就这个吧 这个权比较少 我们要给这个用 给这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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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一个权限 那么这个文件 这个权限呢 那么为了方便操作啊 我把这个文件权限的给他 先复制过来啊 这样的话我们一看就知道 他目前权限是这个样子啊 要给这个文件 设置一个权限 要求呢 要求 所有者 拥有 全部的 权限 所有者 拥有 全部的权限 然后后面呢 同组用户 与所有者 同组的用户 拥有什么权限呢 拥有 读 和 执行权限 不让他写 不让他读就行了 最后呢 其他用户 只读权限 其他用户 只读权限 行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这时候咱就用到这个 上面这个 语法格式了呀 好 那么这个语法格式 我们来看看该怎么写啊 答案 答案 嗯 CH MOD 后面是不是跟选项啊 咱选项有个叫干嘛 要不要 不要 要还是不要 不要啊 咱是什么什么类型的呀 注意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文件类型 是个杠 是文件类型 所以这个杠拔就不要了啊 然后后面就是权限的情况 那么权限情况呢 这地方呢 我们写几种方式吧 因为何几种方式呢 是不是啊 三种方式吧 加间代语嘛 啊 那么先看看加 先看加的话 加那么第一部分 它是R W和杠 那我们这追踪目标是什么 是不是全部权限 还缺个什么 X是吧 行 那么第一个部分 如果用字母表示 应该谁 是不是U U 加 X是吧 U加 X 那这是第一部分 那如果说我后面还有其他部分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 逗号啊 不是空格 逗号 逗号分割 逗号分割 多个组成部分 然后后面 同组用户 拥有读和 执行选限 那他现在呢 没有 加 现在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 所以应该是G 加 R 和 X 然后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叫 其他用户 也就是 O O干嘛 加上 像哪个 R 是吧 然后后面 是不是跟上这个文档啊 文档就是 我们这个名字 拨置一下 路径相对绝对的嘛 这个都行 咱这个不在当成目录下嘛 所以直接写名字就行了啊 这个空格 空大一点啊 看清楚一点 空空大一点 那么这是这个语法 那这个语法能不能用 咱试一下啊 咱来试一下 我把这个全线拿过来啊 好 一定要看这个格式啊 LL 我们先给它列出来 AN这个文件 是不是这个全线 对吧 行 那接下来还直线了啊 CHMOD 全线拿过来 哎 然后呢 加上 加上 按回车了啊 走 然后再列一下 看变变 是不是全纹了 哎 然后读 执行 读 没有问题吧 哎 然后再从你发现 它颜色变了 为什么是绿色的 这前面提过一次 当一个文件 三个部分中 有一个部分 拥有全部全线的时候 这个文件 就会变成绿色 啊 这个文件就会变成绿色啊 嗯 好 这是这个颜色 这个情况啊 行 那么看这个结果 甚至没问题吧 没问题啊 OK 没问题 嗯 好 这是第一个 啊 第一个 这个语法的一个实现情况 它是OK的啊 那么除了这个命令 我们是不是后面还有减和等于号啊 那么减号对于我们当前的案例实用吗 不实用 因为我们小权是不是比它多呀 你肯定不能减啊 你减了是不是就没了呀 所以这个减肯定减不了啊 这个减不了 那减不了的话 这个减号就没法用了 哎 那么再看看等于号能不能用啊 能是吧 OK 那这时候呢 咱第二个语法格式 那就是使用等于号来进行操作 那么使用等于号操作的时候呢 我先把这个权限的给它还原一下 先给它还原一下啊 要不然看不到效果啊 还原 哎 那用减号还原吧 用减号还原 或者用等号也行 但是我们这个案例其实想要设置成具体的权限 那减号咱虽然说不能做这个案例 但是咱可以还原一下 啊 用减号怎么还原呢 不就是把刚才这个加号给它 减号嘛 是吧 你刚才给你加上的 我全给你减掉 哎 全给你减掉 那么减掉之后 哎 是不是好运了呀 哎 行 那这个减号是不是也好使啊 行 那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呢 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加号 加等号啊 等号 等号CHMOD 等号怎么来 第一部分 U应该等于什么 RWX 然后第二部分呢 G等于RX 第三部分呢 O等于 其实我们当时的案例有点特殊啊 因为它本身后面两部分的权限都没有 所以相当于就是把加号分成了等号 但是前面第一个部分U部分的变化有点大啊 行 然后最后的话加上我们这个文件 把文件给它拿过来 哎 拿过来 好了 拿过来之后的话 那这个命令我们就可以去执行了 哎 然后看一下它的执行结果啊 和我们刚才呢 是不是一样的啊 逗你 一不一样 一样嘛 那设置是不是也没问题啊 哎 那加号减号啊 和这个等号 就可以了 都可以进行设置 那以后再用的时候呢 这个加号和减号 如果想要实现同一个效果 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但是加号和等号 减号和等号 其实是可以 实现同一个效果的 这个顺序啊 顺序是应该是可以更换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建议更换 当然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没有尝试过这么去写啊 咱可以试一下 啊 非得去想这些奇葩问题啊 是不是不一样顺序啊 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 但是我们一般记 你还是按照这个顺序记就行了 因为你这地方 你如果记可以混的话 你上面那个地方 记着可能也会混了 所以呢 就不建议这么记 咱就按照这个顺序 RWF这个顺序来 就OK了 那如果说 我想把这个文件 全部的权限 都不给了 怎么办呢 C H M O D 比如说 A A 等于 杠杠杠 然后 还有B吗 A不是表示全部了吗 哪有B啊 这里本身就没有B啊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就这样的啊 那我们是超级管理员 所以我们有这个权限 你要是其他用户啊 你这一弄回去之后 你就不一定能回得来了 你就不一定能回得来了 试试 超级管理员 啥事不能干呢 啥事不能干呢 他 肯定可以啊 所以这个你放心啊 超级管理员 什么事都能干 就是删除不了 系统自败的东西啊 行 那这个地方没有问题啊 这个A 啊 U G O 三个部分分别 表示什么含义啊 咱们加号也可以 减号也可以 等号呢 也可以设置 然后这个A呢 如果不写的话 和写A 是一样的啊 那这块模式把它还原了呀 啊 再举了个例子 再举个例子啊 咱用下这个A 例如 那么如果呢 啊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 就是这个文件啊 他什么权限都没有 文件 什么权限 哎 都没有 那么我们可以呢 使用 root用户 给他呢 设置 所有人 都有 执行权限 都有执行权限 那么则 可以写成 第一个语法 也就是 CHMOD CHMOD MOD 然后 A加 A加X可以吗 可以是吧 A等于X可以吗 可以吧 哎 可以啊 都行 那或者 加X 行不行 按照前面介绍的 A写和不写 是不是一个意思啊 默认就是全部用户 啊 所以都行 好几种方法啊 这个呢 没有什么 引擎要求 那这是一个 解法 加X 哎 然后第二个解法 啊 第二个解法 二 锦号啊 CHMOD 然后空格空格 A 等于X 空格空格 哎 加上他 那么第三种解法 哎 第三种解法 锦号CHMOD 然后呢 A 加X 都可以吧 嗯 都可以啊 咱们可以试一下 嗯 没有吧 啊 CHMOD A 加X 对不对 对的啊 行 那么第二个字数呢 咱给它还原一下 A 捡回去 捡回去之后呢 这个命令呢 咱再列一下 是不是又没了呀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把它 直接加 直接加X 这边可以啊 哎 然后再给它捡回去 然后还有一个是 A等于 A 有执行权就行了啊 刚才前面 前面口误啊 不是全部权 是执行权就行了啊 执行权就绿色的了啊 列一下 也行吧 啊 也行啊 所以 A加 和A等啊 以及 加X 这三个命令 也是可以执行的 它表示 全部的 部分啊 是全部部分 也就是包含了U 包含了G 包含了O 包含了O 嗯 这是这个命令的一个使用啊 把这三个部分记住了啊 给谁设置 U GOA 这几个字母 权限 RW X 那还有一个 这地方没写啊 这个减号 减号表示 没有权限 表示没有权限 但是这个呢 呃 这个符号用的比较少 你其实可以写可以不写 对 除非就是说 你要给这个用户 或者给这个部分 设置没有权限的时候 你才用它 要不然的话 不需要用它啊 不需要用它啊 这个用的比较少一点 前面三个能用的多一点啊 分配方式 加减等号 加减等号 嗯 最后的话 两个案例 来验证你一下 这个命令 是不是能够增长去用 嗯 然后最后的话 就补充一下啊 这是个提示 提示就是 当我们这个 一个一个文档啊 文档 拥有执行权限 则其颜色啊 在终端中 哎 就是 绿色啊 就是绿色 嗯 不是全部啊 是执行 是执行 嗯 是执行权限 就是有个x就行了啊 有个x 但是这个x呢 注意 对 是文件的这个所有者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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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